那不是因為有美好我才出門 而是因為我出門了 我可能遇到美好 所以對婚姻不要恐懼 你像又是博士 是吧 學歷這麼高 又這麼優秀 問她有什麼 我就開始 角色給她介紹一下 不是 見到一個女人 我們心裡想到什麼 我們都應該誠實地說出來 對嗎 是吧 這就是 是 我就說像你這麼優秀的 是不是那個長男朋友比較困難了 是 的確是 那你喜歡哪一種的呢 我就喜歡正常人 沒有喜歡哪 正常人 我們也都喜歡正常人 正常的範圍 滿大街都是 有的人會聽到 未婚女博士 她就是一個很恐怖的名字 對 對 就還是會有這個固有的這個概念 但她如果怕你 她也不是你的你想要吸引的對象 所以還好 如果她覺得這個女博士 對她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 那 我也不OK 我覺得 不好在現在博士越來越多了 還多 現在還好 對不對 你說你有什麼理由看不去女博士 你自己不也是博士嗎 對不對 對啊 博士互相歧視 就像在醫院這個大環境裡面 我 基本上所有的臨床醫生都是博士學位 博士 博士後 那很多條件很好的 男的可能也不大敢追求你 那她看到喜歡她也可以追嘛 對吧 對 不需要人家 等著人家追 真的嗎 現在都能這樣了 這對男生是福音 我很喜歡 我早 很多年前我就 所以你可以叫女生倒追你嗎 當然 我會熱烈歡迎 不是 我很多年前我就發出這個呼籲 這個男追女啊 隔到山啊 女追男呢 隔層紙啊 隔層沙啊 就是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 比如說一個男的 追一個女的 男人嘛 什麼找個對象也不太容易 就是他其實就是 看見這個也追一追 看見那個也追一追 你們是屬於殺王補習 對對對 但是十個裡面 九個就 不要說十 沒這麼高成功率 一百個裡面 九十九個被拒絕 造成了這個個人資源 和社會資源巨大的浪費 你知道嗎 包括我很多可以用來 讀書和進步的時間 你知道嗎 就用來 搞一個沒有結果的一個事情 對吧 其實他們說 男的這樣 目的性很強 不好 可是實際上 我告訴你 如果目的性不強的話 我想要有比追女人更重要的 沒有 建設祖國 對我為祖國而讀書 我把時間換變成這樣 這樣 就不不不 我們要請 博士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對 博女自由 博女自由幫我們解析一下 博士要從生物學的角度 跟我們解 就實際上 你就像美食一樣 不要聽別人說 哪裡非常好吃 你去吃 多半失望 因為期待是太高 可是 你只要去 走到路上 你按照自己 餓的程度去走入一家店 一定能吃到好吃的 所以呢 邂逅很重要 不能光靠語言 有一個男孩子 很喜歡一個女孩子 但是 根本沒有辦法 有機會 能夠跟她說上話 她騎著自行車 創了那個女孩子一下 然後陪她去醫院 看病 碰瓷兒 愛情的碰瓷 對 結果後來 就真的成了一堆好朋友 後來結了婚 那她事後有承認這件事嗎 承認 你小心 走在路上 如果從這一集開始 每天都有人 對著你 小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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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明天一上街 十輛自行車就上來了 給人家撞西湖去了 她要碰到的問題 是難的 把眼睛紮破了 把眼睛紮破了 每個眼睛都有問題 這樣進來了 她這個難度比較高 我這個視線比較大 你別怕你無理 這難度太高了 這一摘 摘得不好說不定沒了 對不對 哎呀 哎呀 只能摘除了 這個代價太大了 各位千萬不要好不好 不要拿自己的眼睛紮破了 怪不得比較有一點難度 你要檢討一下 是你的專業的問題 專業選錯了 對 你跟我們說說 那男的追你 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招 讓我們學習學習 因為我們可能 二十八九歲之前 全在學校裡呆著 對實驗室啊 學校呆著 可能追我們 用的最多的招 是送 補習題 送複習資料吧 這麼枯燥 太悶了吧 學霸的追就好 這能追得上嗎 送補習題 因為醫學類 他複習的時候 要背的東西特別多 就不用自己整理了 對 然後整理好的那些東西 打包好了送給我們 給了我們 我們就可以減輕 很多整理的負擔了 哦 幫你整理好了 我能畫一個 畫一個 特效老師 登登登登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 肯定 肯定 那個兩個欠欠 就一個 什麼 到底在說什麼 怎麼會有用 真的有用 是有用的 你剛才還沒說呢 為什麼你不用 那個手術致近視眼呢 一個是 我們醫生 進手術的時候 有個鏡片 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個保護 有體液啊 血液會漸起來 就我們急診的時候 有的時候那個場面會 很血腥 那個狀態 然後那個病人 如果緊急進來的情況下 我們在不知道 所有血液檢查結果的時候 我們該做的處理還是要做 那這個飛劍 可能對我們來說 就是蠻危險的事情 哦 所以有個眼鏡 還能保護我們一下 你找對象 你有標準嗎 我 實事求是講 我希望找一個 可以跟自己共同成長的人 我覺得在這個年齡階段 跟二十來歲 你期待的這個 什麼要長得帥啊 什麼的 家裡有錢啊 這個對我們來說我覺得 你看見帥哥沒感覺嗎 我好像從來都沒有特別 執迷於帥哥 我當時長得帥是一個加分項 徐老師真的 我老跟年輕人接觸 但是我最近十分悲哀地發現 原來他們喜歡帥哥是真的 因為我們還停留在我們那個年齡 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麼老的吧 我們那個時候似乎就是 就感覺女人還是欣賞男人的才華嘛 對吧 還不是說特別把男人的長相 當做一個多麼重要的分數呢 對不對 我現在就發現呢 好像哎 不是 當然就是 就是在我身邊越來越多 而且這個女孩子越來越可以公開大膽地去談論 是吧 哎 我又今天又碰見一個帥哥 哎呀他好帥 他們越來越把男人這個帥 會不會是以前就會覺得說 如果女生公開討論說這個男人好帥或什麼 說你會覺得你好膚淺 但是我自己覺得其實也不是一個 我覺得用詞用得很恰當 是喜歡一個帥的 不是愛一個帥的 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 因為我的觀察 所有好的相處都是建立在互相對對方缺點的清楚認知上 他比你錢掙的少 你覺得能節省嗎 但如果他可以把他自己喜歡的事情做得很好 我覺得OK 一個木匠他把家具做得很好 但是他掙的錢比你少 那他如果能非常非常執著地把他的這個木匠做得做到極致 那我覺得也是可以 然後他是小學文化程度 那卡住了 那卡住了 我完全可以 別人是個木匠 他也只不過是個肉匠 我也只是一個工具 肉匠 也是個眼球匠 工匠 對 如果他對你的那個特別是情感支持會特別強烈的 那你在他的這個身邊你就會變得特別溫和 我現在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這個人給我的是好的能量 他給我一些正能量 他讓我覺得我好 或是他可以接住我的情緒 對 這個接住很重要 對 你們經常會有情緒需要拋出嗎 女性可能會吧 但我覺得男生也會吧 也會 就是你可能比如說 你要被接住 你要被抱住 或是你有一個講的對象 對 然後你講的事情是他能夠 無論他是不是真的站在你的圈 至少他不會說 你說了什麼 他會跟你說 我覺得你不重要 對 你這樣說的不重要 你講的東西沒有用 對 類似 這個就會很難過 你看 那我學會了 那我學會了 對吧 以後女的跟你真的 我就跟你說 我從這兒學到了 拋出來什麼 拋出來 我從這兒學到了 就是說 就是你心儀的女孩子 她呀 跟你說任何事情 你都要那個什麼 就叫什麼 小提大做 是吧 她說我今天上班不高興 哎呀 是嗎 這怎麼能行啊 你一定特別傷心吧 你太難過了 到底誰讓你這樣的 趕快跟我說說 嗯 她太不像話了 我也覺得是 真的 那其實你講完就夠了 讓我們想一下 我也沒叫你去幫我的同事 給怎麼了 明天該怎麼辦 我也只不過是告訴你這件事 讓你覺得說 讓我發現完了 我會覺得 你站在我這邊 對 就夠了 我其實今天也不需要你幫我 做些什麼 但是你 拍拖的時候接住了 過一陣接不住了 不能進一輩子 但是我覺得這是雙向的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麻煩 是來自於過分善解人意 我剛學會了 您又給我否了 真的 因為實際上 你們談這問題的基礎都在於 是一個非常自愛的人 而一個非常自愛的人 完全不可能進入愛情場景的 忘記了自己的人 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愛情 忘我 對 女性要求又有點高了 要求女性忘我 這個是雙標 你不覺得嗎 對啊 什麼叫忘我是雙標呢 你又要求我自愛 就是 你又要我忘我 忘我 你到底要是哪一個我 是忘了我的我 還是愛著你的我呢 是吧 或者是不是現在 像自己這個事業 也比較成功 也比較有能力的女性 她們對於這個婚姻的壓力 沒那麼大了 大 還是父母給的 還是自己給的 這看人 我身邊有不婚主義的女性 也有比較著急結婚的姑娘 你呢 我應該還是比較期待婚姻 但是還是對婚姻帶有一點點恐懼的 會擔心那個就是 越等越可能那個就是 就是失去了好的機會嗎 嗯 就我自己而言我覺得 今天做婦女自由 今天把我給 剛才說家庭永太亮了 就回來了 陳老師我全講出來 OK 我覺得 嗯 我不抗拒一個人的生活 就是 像 我跟 韋傑老師這樣 我覺得我們 其實有養活自己的能力的 而且可以把自己一個人的生活 過得挺有滋有味的 對 嗯 但是 你 如果是沒有婚姻 會不會作為女性 你就缺失了那一塊 然後錯過這個年紀以後 你到 再後面的年紀 可能你再結婚以後 兩個人的關係是有 但是你會不會錯過這個 當媽媽的機會 到你老了你再後悔 可能這個就沒辦法後悔了 所以關鍵呢 是要不要做母親 而不是說要一個男人 對 嗯 也不是 也不是啊 我們的baseline 做研究的baseline是 我可以做一個快樂的單身漢 我可以一個人非常獨立的生活 但這個事情 這個基礎以上的生活就是錦上添花了 啊 但你剛才說 你對婚姻還是有點 剛才用了個什麼字啊 優移還是 恐懼 恐懼 為什麼 我們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周圍不好的感情 我覺得大部分可能都會是 聽到太多不好的故事 對 沒聽就是大家每次都說 幹嘛要談 就叫女生說 不要遠離男性 然後什麼 不然會不幸 要不然就是什麼搞事業 不要談感情 對 實際上不是因為有美好 我才出門 而是因為我出門了 我可能遇到美好 所以對婚姻不要恐懼 你的婚姻生活的體會呢 確實是非常美好 我覺得每天都面臨挑戰 每天都要挑戰 所以你說我們怎麼沒有恐懼 你看看 沒有恐懼 任何一個人有缺點 都有相應的優點 比如說何清英吧 非常馬虎 但是她就有很大度的一面 哦 馬虎 所以她也大度 對對對 馬虎嘛她就不在乎了吧 她就大度 她有很多時候直來直去 但同時你就不用擔心 有什麼秋後算帳的事 秋後算帳都出來了 對 實際上我覺得 假如一個人跟自己相處的 非常舒適的話 不用恐懼任何婚姻的 本來你應該跟你愛過的 任何一個人走好這條路的 對 但是你沒有走好 當然不完全是你的責任 但是你永遠就會覺得那個 未完成的那也是一個小說啊 說不定你這按照平行宇宙的理論 可能你跟每一個跟你好過的人 在一個宇宙裡都過了一生 那平行宇宙的理論就是 所有的可能性 在不同的宇宙裡都分叉了 都發生了 好 谢谢观看